全体海航同仁,朋友们,伴随着新年的终生,我们以2018年挥手告别,一起凝望崭新的2019,直此辞旧迎新之际,我代表海航集团董事会,海航集团党委,真诚地祝福大家新年快乐, 身体健康,合家幸福,历史总是给一些特殊年份,给人们以积蓄智慧,继续前行的力量,2018年与海航是跌宕起伏,浴火重生的一年,也是聚焦主业,全面转型健身的一年, 这一年,世界经济动荡加剧,中国改革再出发,这一年是全面贯彻,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, 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,也是全球经济深刻调整,保护主义,单边主义抬头,经济全球化出现,波折的一年,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自信宣布,面向未来,中国将永远在这儿,今年也是海南建设半经济特区的儿立之年, 是开启全面深化改革和建设自由贸易区,自由贸易港崭新征程的一年, 这一年,海航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,近年来,集团发展,求快,求大,偏离主业, 导致在发展战略,思想文化等方面,激烈的系列问题,骤然爆发, 千亿债务集中到期,流动性困难,力见高悬, P2P平台对付泰山压顶,公司股票市值缩水,海航集团重要创始人不幸意外离世, 海航这艘商业巨龙,在时代的烙场中风雨飘摇, 回望过去这一年,林林总总,千难万险,百般滋味, 作为海航的当家人,我时常倍感压力,愧疚之心,难以言表, 但是,在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给予关怀下, 聚焦航空主业,健康发展的指示精神, 就像一盏明灯,为海航指明了前进的航向, 海南省委省政府给予的高度关系和帮助, 央行等金融机构的理解和全面支持, 以及全体海航人的同舟共济, 请力而为,团结奋斗, 都是我们走出困境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, 特别是习总书记在全国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, 民营经济功夫可没,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的, 不仅让我们吃下了定心丸, 也让我们打心底地感到温暖和振奋, 奋斗新时代,开启新征程, 海航在创业发展的征程中, 党的旗帜高高飘扬, 党的组织和党员发挥了先锋表率作用和政治引领作用, 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, 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武装头脑, 到延安传承红色基因, 在古田发扬革命传承, 凝聚共识, 树立发展信心, 不忘初心跟党走, 扎根航空抱党们, 发挥航空主业优势,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, 海航物流全力推进, 美兰机场二期, 临空产业园等建设, 召开适时动业大会, 签署军令状, 为打造美好新海南, 做出新贡献, 海南航空专业输出, 强强联合, 新疆乌鲁木齐航空, 北京首都航空等航企, 通过股权合作和增资扩股等方式, 以地方政府深化合作, 更好的回馈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, 鉴定计较航空主业, 达到民族航空品牌, 在转型中, 果旦处置资产三千多亿, 将七大产业集团战略收缩, 成为两个产业集团, 两个事业部, 不断强化航空安全意识, 和航空管理能力, 全年安全运送旅客, 约1.2亿人次, 提升服务质量, 服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, 铭心俱力创造中华民族的世界级的航空品牌。 这一年, 海航人一路走来, 付出了太多的艰辛, 是你们的理解, 伴培和支持, 给了海航管理层中流积水再奋进的勇气, 你们永远是海航最宝贵的财富, 在此, 我仅代表海航集团董事会, 海航集团党委, 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, 同时, 也请你们转告, 亲朋好友, 由于海航遇到了暂时的困难, 造成部分投资理财产品兑付预期, 对此, 我们深表歉意, 我们深知, 这是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, 我们和投资人一样希望, 并正努力争取早日为大家兑付, 请大家放心, 海航是一家有责任担当的企业, 绝对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, 艰难困苦, 欲如鱼成, 直面过被兼并生死考验的海航, 挺过非典突袭, 民航寒冬的海航, 应对过金融危机, 拒过亏损的海航, 我们有战胜黄蜂咒语的斗志, 历经磨难, 反思反省, 调整方向, 会使我们更加成熟和强大, 2019年, 我们将继续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指示精神, 坚定信心, 奋勇拼搏, 全面化解流动性困难, 聚焦航空主业, 健康发展, 全体同仁们, 让我们迎着新年的曙光, 同心同德, 重塑信誉, 信用信心, 顽强拼搏, 努力奋斗, 让海航这艘, 承载着光荣和梦想的巨轮, 继续批拼搏展浪, 使向充满希望的明天。